今集RE為你透視騎師室內裡全昏 騎師綽號巡禮 今集主角是由贏硬機器之稱的偉達 近來我們RE有一個新環子 叫騎師綽號巡禮 裏面就會介紹騎師的綽號 Tommy 你有沒有綽號 我綽號你不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我綽號就叫馬長不彥祖 蛤 馬長不彥祖 你 不是吧 我們看今集騎師綽號巡禮的主角 他的綽號就實至名歸 連奪七屆冠軍騎師的偉達 之所以有贏馬機器的綽號 全因為他在香港累積投馬接近一千場 可以說是香港賽馬史上最成功的騎師 偉達出名走位機景 善於將馬擺在最有利的位置賺形勢 在菊草的發揮有其一絕 何知啊 他人緣還好廣 所以經常得到連馬之提供實力強勁的助騎 難怪他可以成為贏馬機器 喂 你笑夠了嗎 剛才我那個花名都是寫稿的 我照稿讀就說你這樣 人家都不是笑你 我是開心之真 事關我們華將一哥鄭宇田 在星期五出任京澳聖火火具手 還在馬上傳聖火 你說是否很值得開心呢 值得呀值得呀 不過不知在馬迷心目中 還有甚麼馬圈中人有資格 單用這個火具手呢 而馬探的火具手 我支持鄭宇田 他有代表香港騎師 代表香港人 選偉達 因為他在馬壇是大哥之一 我覺得我會支持他 我會選擇炳池師 因為他選擇炳池 他是香港人 在香港來說 每一個市民心目中 都有一定的認識 所以他做火具手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鄭宇田簡直就是我爸爸的偶像 不行 我一定要找他簽名送給爸爸才行 啊 爸爸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呢 騎師室 不過那裏平日行人免進的 騎師室 一共劃分了幾個區域 好像有彩衣區 那裏放了幾百件現役馬匹 和幾千件退役馬匹的彩衣 另外還有休憩區 騎師可以在這裏休息 和等比賽 有電視機 桌球台給他們燒鵝時間 又有小食給他們醫套 這裏有浴室 還有焗桑拿和健身 咦 這個是甚麼 這個是馬邊長度量度器 騎師可以在這裏 量度器 可以在這裏量度量度器 馬邊長度量度器 這樣就不會帶錯過場的馬邊而避佛 喂Crystal 你還在想嗎 啊 你說如果可以帶我爸爸 進去騎師室 和鄭宇田邊看星期五晚 十一點五十分的重點出擊 一邊交流一下賽馬心得 他一定很開心 喂 是不是可以 是又遇上我 下集貓衣再見 拜拜